Hello大家好,我是大家熟悉的小玉涵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呢是在乘坐飞机 就是在去上海的路上 那么去上海干嘛呢? 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去参加西瓜Play的游轮之旅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我们现在要离开酒店,然后去这个搭游轮 顺便给你们欣赏一下上海沿途的风景 这样大巴上做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主播 还有视频创作者 大家看到了吗? 前面那一艘大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登上的游轮 今天天气很好,太阳很大,很晒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上海无松口的这个游轮港口 好了,我们刚才已经过了安静 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和樱桃酱一起住的房间 他们 哇塞,累死宝宝了 我跟樱桃酱的房间 然后 然后刚才已经把行李箱拿进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它是很棒的 现在看不到海 出航了之后才能看到 我们现在是在12楼 现在还有一些人没有登船 好啦,放完行李 休息完之后 我上到了我们这个14层的甲板 好像是吧 对,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有很多人了 收拾好行李已经开始上来这边 准备参加这边的一个party 我们看到很多人 真的好多好多人,对不对 这边这几位是西瓜官方的人员 会排伴我们度过这一次的游轮之旅 我们在这一趟游轮之旅里面 其实官方还安排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活动 然后现在呢 是由这位谢东升小同学 我们介绍这一次的游轮之旅 是不是超多人的 这是其中一个活动啊 这个应该不是那个电影节吧 好像是吗 反正就看到一堆人在跳我就对了 你猜我有没有下去 我下去跳的话 谁给你们拍视频啊 至于我都在干嘛 就是不停不停的看海看海看海 这一趟的游轮之旅是对我来讲 嗯 最期待的事情就是能够置身在海中央 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那种感觉 最棒了 在下一期的视频呢 姐姐将会带你们去看一下 有很多的作者可能没有看到的 在游轮里面的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游轮上的工作人员 日常都是怎么工作的 好吗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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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